我叫吴浩宇 来自七星小学 我今年十一岁上五年级 熟悉的时候上午训练三个小时 下午训练三个小时 跳绳带给我的快乐和坚持 在跳绳中跳弹摇要专注 给我学习成绩提高了上课也专注了很多 我叫吴浩宇 今年十岁了 是要进入小学的四年级 我妈妈给我报了兴趣班 然后教练教我跳得不错 然后我妈妈说 她觉得我去参加一个校队应该会不错 一想到比赛可以拿奖 我就会继续 我们学校当时是一所农村小学 学校的一个办学条件 与学校的经费场地都有限 我们就选择希望能找到一个项目 能够适合到我们的农村学校发展 目前为止我们青少学校的跳绳队 培养了33名世界跳绳冠军 打破11项世界跳绳纪录 累计获得金牌的总数 应该有500多枚 奖牌数应该有超过1000多枚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